网上订房1300 但是到店说呢 只要给700多就够了 靠烧烤野性出圈的资博 真的是银麻了 五一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都是坐地起价 可是资博居然是坐地降价 根据媒体的报道 有网友预定了 五一期间去资博的酒店 原本费用要每天晚上1341 但是随后呢 收到酒店的通知 说是到店之后 只要给735 原因是当地的政府 为了防止酒店房价过分上涨 进行了价格控制和优化 而且呢 这个事一直会持续到5月底 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经历 说在资博买了两种口味的切膏 居然只花了6块钱 这又完全颠覆了 之前切膏刺客的印象 不出意外的 这波操作又赢得了 网友们的一片好感 自从靠着烧烤CV出道之后 这个资博的热度 蹭蹭蹭的往上涨 美团点评数据又显示了 五一期间资博的旅游订单 同比增长了2000%呢 网友们热情到 已经超出当地的接待能力了 资博自己都直接发了通知 说是当地酒店基本上已经住满了 为了保证大家的旅行体验 建议大家错风出游 甚至还顺带的介绍了一下 山东其他地方的特色景点 据说呢 看到自博这么火之后 很多城市已经在专门开会 讨论如何学习先进经验 要摸着资博过河了 不得不说 在自博之前 一个小地方 想要出名实在是太难了 一旦上头条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好事 要么就是什么天灾 要么就是像唐山烧烤那样的负面消息 自博烧烤刚火的时候呢 就有网友说 上一次看到自博成为新闻的焦点 那还得是在2000多年前的奇果 的确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来 自博一直就默默无闻的 主要是经济也没啥亮点 2022年 它的GDP是4402亿 在山东也只能排到第七名 还不到青岛的零头 那以往某个城市 想要刷存在感的话 也有很多的做法 比如说可以到中央级的媒体上 去打广告 或者是申报创建文明城市之类的 但那些呢 要么花费比较高 而且效果也不好被量化 甚至很有可能 辛辛苦苦忙活了半天 被一条负面消息 就能给彻底搅黄了 比如说前几年 同样发生在山东的 38元一只的大虾事件 但这回呢 自博可以说是用实际的案例 告诉了大家 如何低成本的 做好这个城市营销 你说这个自博的烧烤 真的就很有特色 味道真的就独步天下吗 恐怕也不见得 但网友们更在意 或者更稀罕的 或许就是那份诚意了 这其实也是目前各个城市 尤其是那旅游城市 所最稀缺的东西 网友们最讨厌什么事啊 去外地被出租车绕道 被酒店坐地涨价 被餐馆短金少两 被商铺强买强卖等等 网友们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假如我去一次雪校的开销 居然高过了去北海道 我游一次三亚 居然跪过了东南亚的话 那我们肯定自然就会选择 用实际行动来投票了嘛 野性出圈的自博 这次是火了 省下了无数的广告费 蜂拥而至的人群 相信会给这个城市 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希望接下来的自博 能够继续简单质朴的 诚信代课 同时我觉得自博的爆红 其实也在告诉其他的城市 想火也没有那么难 最大的秘诀其实就是 多点诚意 少一点套路 进去 额 福 精 这样 词 蜊 融 闻 安全